四缸福克斯回归了吗 你会不会买 这一代的福克斯多么好 颜值帅气底盘又紧致 就是摔在三缸问题上 哎你我破盖 导致销量不尽人意真的怪可惜的 不过现在回归四缸了吗 这下能否收复失地 这会是一个好问题啊 要了解这个问题 需要把时间节点往前推 追根溯远 福克斯早年的成功呢 我觉得最大关键因素就是 入室是非常早的 那像当年的平凡上杂志上广告 那仅是帅气的车身姿态 再配上WRC的功勋计 谁看谁不迷惑 所以对于很多当时的八年后来说 福克斯在他们新闻的地位 就等同于现在的年轻人 就想买一台特斯拉小盆是一样的 不过现在在剧台福克斯呢 我自己也有种 哇那种消失在主流视野好久的感受 确实怪可惜的 因为想当年在运动型 A级家教本来就有三宝 福克斯是马兹达商 后面的北京现代飞斯塔明觉列都是 真身恐后进来的 其实往前推个四五年 当时这块市场呢 也是非常热 竞争也不强 因此呢 你如果不买运动型家教 那剩下无非也就是轩逸卡罗拉 这些车型有太多可以选择的 所以当时的中国品牌实力呢 也没有现在这样紧碰式的增长 买卖腾呢买卖腾那些的都是想着 哎呀不如同价位再横移到 啊这个在我区间去试一下全电车型吧 所以把原有的市场格局给搅乱了 加上这一代的福克斯在败走动力规格上面就这样 莫名其妙消失了 那正所谓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于是新广福克斯在中期改管之后呢 除了回归到四肝动力 也在加速性能 自动性能这些 硬核指标上面有提升之外 也换装了一套新的衣服 着实有着不少的新鲜感 那看样子 有当初那位年轻有活力 跑得快又实用 不过我其实不是泼冷水 因为现在一出来就主打运动的重品们 确实是凶啊 比如说像引爆啊 UNIV 冰瑞库 还有明杰武等等等等 一个个一出来都是在抢占12万元的运动型家教的市场份额 那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 谁出来都不好过 不过我的看法呢 就是并不是对新款福克斯持有变观态度 相反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福克斯品牌影响力还在嘛 那从今年投入的全新蒙迪欧这样的产品品类来看呢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要科技有科技 要实惠有实惠 要品质又有品质 王王圈圈就是针对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态度就放在那里了 事与为何能够在中国市场长久不穿呢 我觉得可以对福特有一个启发在的 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 车迷朋友们是信奉Typer-R这样的信仰的 所以我觉得福特不妨可以在中国市场大势宣扬福克斯 STR 还有Ice 这样的神车存在感的 然后呢可以通过走运动套件 限定防护的时候选择的方式 让更多人们就喜欢福特的朋友们可以重新回归到 关注福特原本的这个销量基本盘上面 然后呢还可以借鉴 比如说像BX-1那样的一个以车主共创文化的方式 重新吸纳周边的用户来重新关注到福克斯上面来的 那毕竟在这个年代呢 没有故事可讲的品牌就注定吸引不了观众的 你认为呢